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作为投资者,我们要赚钱就要紧跟时代步伐 抓住确定性高增长板块 在余多的地方下耳并能收获满满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 什么行业才是所谓的确定性高增长板块呢? 医疗行业就是最好的环境赛道之一 最近,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给生物医疗行业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 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一只疫苗10美元 那么60亿人就是600亿美元了 要是年年都要打疫苗的话,那这个市场超级大 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你知道哪些疫苗概念股才是最值得投资的呢? 今天的节目将给出美股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五只疫苗概念股 从公司的研发情况结合股票的基本面做出分析 请注意,我把这五只股票按照推荐指数从低到高进行排序 从第五名讲到第一名 也就是大家想知道第一名是谁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而且,推荐完这五只股票 我还会把我排名的逻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这支5月19日引爆美股指数的股票 只获得了第五名的推荐 为什么呢? Modern是全球第一个开始进行基于RNA疫苗临床实验的公司 该公司将获得4.83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资金 用于疫苗开发 它刚公布的2期临床实验结果 证明疫苗是有效的 而第三阶段的实验可能最早在秋天开始 为什么跑第一的却排第五名呢? 原因是它的估值太高了 它今年涨了283% 换手率388% 股票成交非常活跃 总市值278亿美元 相对小盘 这支股票收入来源单一 补贴收入占主营收入的20% 看风险能力太差 典型的炒概念 万一这事没成 那就得亏惨 第四名 Innovio 这支股票是一支市值更为袖珍的疫苗概念股 它的总市值才23.46亿 很少的资金就可以拉升整个价格 2020年涨了350% 目前均线向上发散 换手非常活跃 年内已经换手18倍 市场筹码平均成本显著上升 股价极有可能冲破前期19.36元高点 Innovio的风险也是巨大的 公司称今年年底将生产100万剂疫苗 那排名第四的原因 原因仍然是今年涨幅过大 短期追涨的风险较大 若考虑买入 建议延5日均线14块附近买入 跌破20日均线就要止损 那你一定很想知道 还没涨的那些疫苗股还有哪些呢 好 我觉得挑股票一定要挑那些第一名第二名的 那就请接着玩下看 葛兰素史克与赛诺菲联手研发新冠疫苗 这是两家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商了 合计拥有了数亿剂的疫苗的生产能力 你看研发成功了 还要有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啊 这就是为什么葛兰素排第三名 合作的一方 葛兰素致力研发一种疫苗添加剂 可能会使美人所需要的剂量降低4倍 从而显著提高生产疫苗的速度 葛兰素史克市值1021亿美元 关键是这只股票今年较年初下跌了11% 又是疫苗概念股 值得关注 葛兰素技术面被半年线所压制 走势上属于横旁整理形态 预计40元可以买入 突破43元后将发力上涨 目标价是55美元 赛诺菲就是和葛兰素合作的一家从事 医疗保健品研发制造和营销的制药集团 赛诺菲在其制药行业专门从事6个治疗领域 包括血霜形成 心血管 代谢紊乱 肿瘤血 中枢神经系统和内科 公司在5个方面提供疫苗 包括儿科联合疫苗流感疫苗 成人和青少年加强疫苗 脑膜炎疫苗 旅行和地方疫苗 赛诺菲计划下半年开始一期实验 疫苗将在2021年广泛使用 技术图形上 赛诺菲可在45至47之间逢低买入 前期高点50.56元 若未来能够突破 则上展的空间会进一步打开 现在我们公布排名第一的公司 你肯定知道这家公司 但以前呢 你可能以为这家公司只是卖婴儿护理呀 耍生粉之类的 说出来你肯定觉得很意外 它就是强生公司 强生预计在9月份开始进行人体实验 并在2021年4月大规模量产9亿支新冠疫苗 此前不久 强生就提高了季度不息 并公布了第一季度财报 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这是一家非常牛的医药和快速消费品公司 横跨两个最具刚需的行业 疫苗的炒作只是短期行情 兼顾的护城河才是这家医药公司 长期走牛的基石 技术图上强生今年2月以来大跳水 然后强劲反弹 挖出一个黄金坑 本年度至今仅上涨了2.79% 后续随着利好的不断兑现 公司股价有望突破前期高点 瑞银证券等研究机构 对强生给出买入增实评级 目标价170左右 OK 刚才给了大家五条鱼 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我们是怎么普遇的 我先选出疫苗有关的美股 对照相关度 选择了五家股票进行排序 那小型疫苗公司在股价上的表现 具有非常大的弹性 年内涨幅巨大 出于对风险控制的角度 我不建议过早或过多的买入 Moderner和Innovio等 连续多年亏损的小盘疫苗股 而前三名呢 强生 赛诺菲 葛兰素什克三家 从总市值来看 均是超过千亿美元的大蓝筹股 是世界级的医药公司和疫苗公司 这样的公司长期持有 与卓业的公司一起成长 这是我们阳光理财的投资理念之一 非常感谢你看到最后 如果内容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个赞 想看到最新的财经分享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